哈囉大家好,我是雙魚凱,歡迎來到我的第二頻道 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神樂混蛋隊 那我們在主頻道有上傳一部了 那這一部是比較暴力的主法 我帶上了雙子 那雙子可以換成火屋或其他屋女都可以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這隊到底有多暴力吧 打的是九瘋王 那當然你可以依照關卡的需求去更換隊員 但這一隊最大的條件,就是你必須要四個種族 只要能夠達成這個條件就好了 好,那第一關呢我們就洗個技能 然後盡量集一下雙子 這隊比較弱,還是回復力 回復力可能沒有那麼厲害 因為這隊沒有回復力的加成 所以你在開... 含羞草的時機 就要掌握一下了 哇,天降掉可惡 欸不對,好像是我疊珠耶 不小心疊到了 這樣 還好新珠給很多喔,太棒了 像這樣子,天降居然還補不滿 所以你就知道...喔等等 不小心撞到了 你就知道這一隊的回復能力其實... 就沒有很多 好多喔 喔喔,這天降 好棒,讓我又疊一個雙子了 太好了 主要在第一關 我們... 這一個關卡比較特別 它可以讓你... 疊雙子 所以我們就把握這個機會 把雙子先疊到滿 再進入到最後的關卡 5... 我覺得倍率5 倍率5應該是可以了耶 好,那我們這邊就... 來製造強化珠 這樣等一下就可以帶走它了 這邊木木先開 然後盡可能的帶走它 OK... 哇,300萬 我們這邊雙子就打了300萬耶 還蠻多的 接著我們就... 再疊一次倍率吧 然後我們... 基本上這一次疊完之後 我們雙子就是最高倍率了 好,哇這天降 絕對 傷害很高 單張430萬 果然雙子才是VIP 第三關這邊呢 我們開寒羞草 終於可以開寒羞草了 接著開顆雷 排個路人 燃燒起來 真的是要人命啊 8COMBO 哇 這隊根本是靠雙子在打 雙子單張600萬 接著就... 欸? 這個版面好像還OK喔 直接來消 嘿 這隊其實一直比較可惜就是 新腐蝕沒有兼具 所有腐蝕的效果 不然這隊也可以很強的 剛剛好剛剛好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這邊其實可以 小小的 看一下我雙子 就發現 版面上超過15顆星珠 也就是剛好符合了這隊要的 傷害應該會蠻厲害的喔 420萬 我剛才沒有開寒羞草 我在幹嘛 不過沒有開寒羞草那個 傷害其實已經蠻變態的了 好 接著開一下神魯千魯 寒羞草 九封 這個他配是最變態的 九封王 就可以解決掉 我們 神魯千魯需要 消15顆星珠的這個窘境 所以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這樣好了 這邊絕對有15顆星珠 那接下來就是把它給帶走囉 哇 哇這天將 哇這天將 21 哇 單張 六千 萬 雙子 六千 萬 六千萬 天啊 這隊真的超暴力的欸 因為我覺得 真的很狂 不過我的新珠呢 我的新珠怎麼不見了 好叛逆的新珠喔 OK 這隊剛好就是回復力比較 沒有那麼優秀一點 很可惜 好 帶走帶走 第七關 這邊 開下雙屋 雙屋 重新回歸 接著 開 克雷排下柱子 就好了 行 好 接著我們在這裡 把光伏石跟新珠先留下來 聰明的你應該知道我要幹嘛吧 沒錯 如果說 有15顆新珠的話 我們就可以 有很厲害的爆發 這邊有15顆嗎 好像 差一顆 怎麼那麼剛好 太扯了吧 真的差一顆耶 人生 就是這樣 連新珠都要更新你 好衰喔 太衰了吧 不 新珠 這是算好的嗎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邊把他給帶走好了 新新新 剃怕斷 這邊 一樣要把木木給關起來 附加效果很 消除很多的關卡 也不用怕 我們只要 能夠 把握好 開關技能的時機就好了 天降到巴康寶裡耶 就這樣帶走了 沒問題 來到王關 不過這邊王關有點小小的困擾 因為這一隊主要是靠雙子在打人的 那如果雙子沒辦法打人的話 那我們傷害就會少很多 所以這邊要 開一下爆發 好 這邊盡力來轉 開龍科 目標還是趕快帶走敵人啊 不然有點麻煩 行 這樣帶走 應該是沒問題吧 OK 這樣我們雙子又重新回歸 那這個傷害絕對是超級變態的 開下所有的巫女 再來排出吧 太好了 最後總算有一個完美的結局的感覺 Happy Ending 剛好15顆星珠耶 等於是最大效益化 其他都是攻擊珠子 天降到16 有COMBO 看看傷害 單張破翼 破翼耶各位 雙子單張破翼 然後我們其實沒有開多少爆發 好棒喔這隊 介紹給大家真正暴力的主法 如果大家想要 看到更多卡片實測系列的話 不要按下鈴鐺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 一有新的這種暴力的隊伍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那我是Ry凱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了 大家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